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個觀念 就是 熱量刺激 我們 今天其實講的就是肥胖的問題 那這個 因為兩位教練都知道說 學生來 很多第一個 concern 就是這個問題 就是肥胖 他問你說 我要做什麼才會瘦 我要吃什麼才會瘦 我要怎麼吃 他要做 然後要做哪些運動 那我們以前都常常聽到 少吃多動 對不對 就是似乎是一個鐵則 不管你去看什麼樣的學術啊 學術的一些人的發表 他們都會說 最後結論就會是少吃多動 可是 最近出現了一個觀念 叫做 能量流 這種 能量流的觀念啊 其實 早就出現了 大概在十年前左右 然後最近 開始被台灣人討論 這種能量流的東西啊 他最後導出來結論 不是少吃多動 而是 多動 才是減肥最重要的要素 你想要減重 必須要多動 但是吃 吃得聰明 而不是少吃 那我等一下再慢慢跟大家解釋 我們先 從 過去我們會認為熱量試制是有用的 我們必須要從熱量試制的創造開始 那熱量試制 就是 有兩個名字 我們要先讓他認識 就是 BMR 基礎代謝 跟TDE BMR是什麼意思呢 BMR就是你一整天 24小時 躺在床上 維持生命所必須 你一點活動都不要做 就睡覺睡24小時 一天所會需要消耗的熱量 這跟你的年齡 跟你的體重 跟你的身體狀況 代謝有一些關係 這就是BMR 它完全扣除你的活動所需的熱量 有些人 他會說 他進來就說 教練 我BMR 醫院量出來 或者是什麼 Inbody量出來 BMR是 是 1600 所以我只要吃到1400 就會瘦了 對不對 他可能 會在瘦之前 瘦下來之前 身體會出問題 身體會記錄一個節能的模式 然後就開始出現 可能容易生病 疲倦啊什麼東西 他會 變成是 就是 總之身體會產生 一些負面的反應 所以其實我們要看的 基本上 不是BMR 而是TDEE 這個TDEE 在熱量自治有用物裡面 TDEE才是更重要 什麼叫TDEE呢 回去可以查 我等一下也會給你們網站 你看 BMR 再加上 他一天活動所必須 或者是他的運動所必須的熱量 就是他的TDEE 就是什麼 就是 BMR加上他一天所必須的活動的熱量 像 BUB 是一個廚師 他的廚師 他可能是BMR 乘以 1.2 至1.4 那如果說是九座族群 他可能是乘以 1.1 至1.2 這個不一定 要看各家的說法 不太一樣 那待會我給你們網站 他也會有他的算法 就是1.1 至1.2 那像BUB 昨天我記得是 我的算法好像是1.3 還是1.4 就直接BMR從1.3 就是 那就是他的TDEE 可是TDEE 也要考量一個點 就是他的運動 他運動幾天 然後 他的運動都是什麼樣的類型 什麼樣的型態 喘不喘 運動量大不大 還是只是稍微動一動而已 都要考量 所以TDEE 就會是 把他所有一整天的活動所需要的熱量 都考量進去 算得的一個熱量攝取值 假設 我們那天 算 BUB他是 BMR是多少 1,800 還是1,700 忘記了 1,700 算1,800 那他可能 他的TDEE 就是 我假設 一定會比較高 那可能是 2,600 或者是2,400 所以他至少要吃到2,400 才可以維持他一日正常活動所需 只要比TDEE 傳統的控制就是比TDEE少一點 你就會漸漸的瘦下去 就是我們2,400 我們給他減5% 所以就是吃到2,300 如果說他的intake 吃到2,300 那他每日2,400 那他就會逐漸的 銷售下去 這是傳統的做法 我之前在幫 燈姐 控制 飲食控制 其實也是到這樣做 沒有什麼特別聰明的做法 熱量先管控好 蛋白質的量提升 其實就是這樣 OK 那 這就是我們 熱量制止的概念 但是 有一名 就是 能量流 energy flux 能流的這個 提倡者 叫做 網路上現在都搜尋得到他的文章 或者是youtube的影片 叫做 James Paul 這個教授 這個教授 他說什麼呢 他說 這個東西 短期之內有用 長期之無用 長期 我們選擇 吃的多一定會發胖 吃的比TDEE高 一定會發胖 吃的比TDEE少 會發生什麼事呢 少 然後出現飢餓感 最後你抵抗不了飢餓感 多吃 負胖 再吃少一點 再負胖 再吃少一點 更負胖 最後 越減越胖 這是最常見的情形 就是這樣 所以你不論多吃 還是少吃 你都會胖 那怎麼辦呢 我們首先介紹能量流 能流 這個 Energy Flux 這個 這個 單子 能流 我們不再 用intake 跟 就是 就是 不再用input 跟output的觀念來想 我們不是用攝取 跟 跟消耗 來 來想 我們身體的這個能量 你可以想像我們的身體啊 就是一個 一條河流 關於熱量的攝取跟消耗 就是一條河流 如果我們少吃 我們的河流就會變窄 就會變得水量很小 我們少吃自然就會少動 這是身體的自然反應 少吃我的身體就會降低我的消耗 多吃 多吃 多吃的時候 你不一定會產生 產生 就是很大的消耗 可是如果你很大的消耗的時候 你自然就會多吃 你可以想像 假設你的 熱量消耗都很多的時候 你自然就會有很 強烈的飢餓感 就會死 所以 我們的身體 只有兩種 有 這個是我們的能量量 這是 消耗 就是 消耗 消耗的因果 我們不太 我有點忘記 就是intake 這是什麼expert 什麼東西 忘記 沒關係 這個是少吃少動 就在這裡 多吃多動 這邊是大河流 這邊是小河流 當你一旦開始少吃 就會變成小河流 小河流的時候 身體會產生 這個東西 叫做energy gap 什麼意思呢 中文叫做 能量缺口 能量缺口啊 會讓你產生飢餓感 你就開始吃東西 吃東西 你的體重上升 你的消耗就會變高 你的活動沒有變高 但是因為你體重上升 所以消耗變多了 身體會喜歡 處在這個位置 它會喜歡你 是大河流的狀態 你要嘛就是活動量很大 是個大河流 要嘛你就是很肥胖 是個大河流 你的人生只有這兩種選擇 你沒有辦法長期處在小河流裡面 你沒有辦法長期處在熱量吃制裡面 就是這個原因 它認為熱量吃制 少吃多動 它認為 是 非常非常錯誤的 的 教育 這種關於肥胖的教育 那 所以 你不論少吃 所以 就是 呃 我們的選擇就來了 你少吃會胖 回到大河流 沒有 所以我們是不是只有 變胖 跟 多活動 這兩種選擇 我們身體只能選擇這兩種 沒有其他選擇 長期來看 只有這兩種選擇 所以我們必須要多活動 我們當然會選這個 因為你想要變胖 不想變胖我們就只好多活動 可是多活動 問題也來了 多活動 剛剛有講到 多活動啊 也會造成能量缺口 你也會產生飢餓感對不對 因為你吃的還是正常啊 你多 開始多活動的時候 產生了飢餓感 這時候這個飢餓感要怎麼彌補呢 James O'Hill 他講 move more eat 不是less 以前是eat less 現在是eat smart 吃一些 讓你熱量不要太高 但是可以解決你飢餓感的東西 先問一下 DGI的碳水 多攝取蛋白質 就是我們知道的這些事情 就是吃健康一點 不要吃人工加工食品 就是常常那些味覺出現的東西 就是eat smart 而不是結石 結石就會落進這裡 最後你會用肥胖來回到這裡 所以move more才是條件 我們寧可選擇move more 多活動 然後吃 吃的時候要解決飢餓感 吃東西選擇可以解決飢餓感 但是熱量不要太高的東西 所以我剛剛說啦 纖維質啊 其實就是那些什麼健康餐 也都是這個概念 蛋白質啊 油脂少一點 不要吃人工加工食品 這樣子 ok嗎 所以 我們今天要講的這個 概念就是這樣 就是人體喜歡 處在一個大能流的狀況 他會用肥胖跟多活動來處 處在大能流的狀態 所以 那我們不想要肥胖 我們之後 我們就必須一定要多活動 當你不活動 然後去少吃的時候 然後 身體就會發胖 你覺得我少吃就好 我不要運動 反正我都不吃 那身體就會想盡辦法 要發胖給你看 發胖他就會回到大能流的狀態 那 所以 多活動是條件 那如果你想要瘦 不是算熱量自製 長期來看不是算熱量自製 而是維持良好的飲食習慣 就是這樣 我說的活動 我從頭到尾都講活動 不是講運動 這個活動 就是 市場生活的活動 你今天可以走路去上班 就走路去上班 可以爬樓梯回家 就爬樓梯回家 在生活中 多做這些活動 製造生活 一般生活中需要消耗的熱量 而不是 其實重量訓練 或是在健身房 可以消耗熱量 跟平常生活比起來 是小物件大文 所以 不是活動 不是運動 好 錄影拍結束